中华五千年文化一直流传着关于龙的传说 我们华夏子孙自称是龙的传人 很多人都疑惑龙真的存在吗 有人说存在过 因为古人没有理由随便虚构一个没有存在过的生物 来凑齐我们的十二生肖 这就好比有一天鹦鹉灭绝了 后人在书上看到 神中有鸟色七彩言人语 估计大部分会说瞎扯 哪有什么鸟会说人话 一个道理 再比如如果灯塔水母灭绝了 我说有一种海洋生物会永生不死 大家会相信吗 那有人问了 传说龙能上天入海 烹火土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就要考虑一下龙的生理结构 龙可能是一种像鱼一样带钓的生物 也就是鱼泡 但是呢 它的钓比鱼要大很多 可能占到身体的80% 当它潜海的时候就把身体充满水 当它要上天的时候 就通过生物电把水分解成氢气和氧气 这样子它就膨胀了 一膨胀它就上天了 当然了 它上天肯定不是去玩了 如果它不是一个发电机 那它就必须是一个蓄电池 要用电 必须要跟着雷云跑 高线的时候呢 就喷喷火 燃烧的是体内的氢气和氧气 而燃烧了之后 就又变成了水 这就是为什么 龙能下雨的原因 至于坠龙事件 那大概就是玩大了 体内的氢气和氧气 耗光了 好 感谢观看